明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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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大家早 今天這麼冷 大家那麼發心 我们这一品 这一品它的重点 它讲的寄送最多就是那个 那个见到位跟那个治良位 有两个讲转折点 一个是让你入门 一个是开始断葬的开始 那讲到现在 我前面我就不复习了 因为我没讲很多 只是今天有一点 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们大家讲那个 十一个座义的时候 还有前面讲的时候 讲那个久住心的时候 讲那急静心的时候 我都是用散心位跟定心位 跟大家讲 它是比较偏那个散心位 那定心位跟散心位 定心位它是偏在理上的部分 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办法做的 可是我们也要知道定心位的 它作用是什么 我们才知道那个理上 我们把握住的时候 我们才能来修正我们修行的 那个观念 那个知见 种种 可是真的要 你要让它 那马上又有让我们进入这个佛法的时候 那个效果性的时候 那个信心的建立的时候 还是要知两位这边 还是说散心位 定心位 我是两个一起跟大家报告 这是你两个都要知道 不能只知道 不能只知道 一般人他喜欢看定心位的东西 就是那个理论的部分 那我两个一起讲 就是希望 因为我是 我今天是最主要是有一点 还没有开讲之前 有一点跟大家提醒 提醒大家一下 在修行上 有两件事情 你比较容易会得力 第一个是 你要做这件事情 当然 一个前提是 你要 你要 你要了解佛法 你要是二分教 你要知道 那比较重要 在行门上的话 你这个入手处 一定要是可行的 可以执行的 每一个人的根基不一样 是适合你的 可以执行的 可以下手处的地方 然后 横行 你就不间断 不间断去做 这两件事情 是你一定要把握的 为什么要提醒大家 因为我们会 我们在阅读经典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 很多修行的境界 很多好的境界 新的境界 极境新的境界 定的境界 所谓境界 有学无学位 菩萨会的境界 我们看到当然心很好咬 喜欢 可是你做得到吗 你做不到 当你的重心注意力 都看在这边 当然是好 它让你起那个 好要的心 但是我们做不到的时候 为什么做不到 因为那个是次第性的 你现在要 大家要把基础建起来 根基要打好 根基怎么打好 就是司法型 为什么那个 很多大修行人 他们的境界 你照他方法做 为什么跟他结果不一样 因为人家根基打得很扎实 我们在信节上打转而已 所以那个功德力就出不来 所以说我们除了信节之外 你一定要把基础的功夫打好 基础功夫打好是什么 司法型里面 排第一位是什么 信节 你现在把这个经论 它的真实义 佛法要告诉你的真实义 你把它 你抓到那个意思 那个精神意义的 你知道那个理论了 再来 你知道了 你信节了之后 你起了信心之后 再来要做什么 打基础 就是你要诵经 你要念佛 你要打坐 你要什么 这是每天的功课 不要小看这个 当你基础 这个这么简单的基础 你没有打好这个基础的时候 所有你在经论上看到一些 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怎么样 修行的境界 对我们而言 都是怎么样 空中楼阁 什么叫空中楼阁 因为它飘到空中 跟气球一样 你没办法受用 你只是很喜欢它 你好要它 你希望得到好处 可是你没办法住在 那个空中的气球里面 可是对大修行人 对佛菩萨来讲 对菩萨来讲 他受用 他中原楼阁他受用 他其功能得用 我们 对我们来讲 变成空中楼阁 为什么空中 因为我们基础没有打好 我们的资良位 的基础没有打好 你没有打这个基础的时候 你这万丈高楼 从地起 你没有打基础的时候 所有你看到所有的境界 对你来讲 都是空中楼阁 你可以喜欢西西 你这个好要心 可是你没有办法受用 对你来讲 永远是怎么样 渴望不可及 你希望达乐境界 对不对 可你达得到吗 你也达不到 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达不到 你一直停留在信解上 你也达不到 因为那是 那是 突发不 不足以自行 你就是 你信解之后 信解之后要做什么 把这个基础达好 你有信心之后把基础达好 所以不要小看 那种 诵经 拜佛 打坐 你基础功夫 这是每天要做的基础功夫 你要把它做好 那个基础功夫 你把它打好的时候 为什么不要小看这个 这个东西的话 是跟 法的功德力 佛菩萨功力力 相连结的 在为事上来讲 你做这些事情 虽然是很微小 你送个最简单的信经 你一天送个七次 十几分钟来 你觉得没有什么 你送个二十年看看 你心的急径绝对不一样 因为你 我们不是在十一个座义 讲那个 神摩他座义吗 皮佛圣拉座义吗 他只靠你座义而已 我们其他 我们没办法修神摩他 皮佛圣拉 因为没有定的 没有什么的 但是我们 我们能做座义 就是那个方法 那个理论去座义 但是你这个座义的功能 你如果基本功夫做好的 你很容易就 很容易就起来 因为跟佛菩萨相应 在为事里面 我们不是要 总生限吗 然后限生限吗 你总生 你现在在训续 你的限行 是在佛法上 虽然你只有读诵他而已 可是你的所缘境是那个方法 你在训续这个种子 虽然那种微弱 还是在训续 当你训续的时候 限生限 你会让你以前速式善根 跟三宝速式善根 它会 你会激发它 会起限行 所以你应用会越来越好 所以限生限 限行会升限行 你应用会越来越好 一个小小的开始 你就引发你以前 所种的苏式善根 那我们世俗上来讲 不是说会唱歌 你唱一句唱歌 你就会认识很多唱歌的人 会把 喜欢爬山 你去爬山 就认识很多山友 你会有很多这方面的资讯 那你宋经 你这个基本功夫去做的时候 你引发速式的三宝的善根 你会碰到有得善之士 你会碰到很多喜欢修学佛法的 会跟你一起讨论 很喜欢拜佛的跟你 你就认识他 你就互相鼓励 你的姻缘就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所以不要小看那个打基础的工作 不要一直看到那个空中楼阁 你要把它变成真的楼阁 你可以受用 当你把基础打好的时候 楼阁自然就慢慢起来 你就可以受用 就是提醒大家 因为一般都是忽略到这个 这个基本功夫 我看到很多修行很好的人 他们有一个特点 老实修行 佛菩萨教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 佛菩萨说 你要辞戒他就辞戒 佛菩萨说你念佛他就念佛 佛菩萨说你要诵经他就诵经 佛菩萨说要诵经他就诵经 他就这样做 他就这样 你看他做这样做个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下来 连面向都改变 面向改变是什么意思 你心改变了 你激净心自然就慢慢来 激净心的意思 你强求不得的 不是叫你 第六意思说 我现在要无念他就可以无念 我要激净他就可以激净 那不是说我们修学佛法 你我们读这个经论没有用 还是要研究这个 你要把这个意思弄好 有人也可能说 我对往生习方极乐世界 我不是很有兴趣 我只是对佛法有兴趣 那也很好 你研究佛法也是 兴趣三根 就算是你 你只想修学 研究佛法 你这个基本功夫 你的诵经 念佛 拜佛 种种一切你做做看 你对经论的了解 会完全不一样 因为是寻跟事的关系 寻的时候 我们想寻是那个心所 不定心所的时候 那初心的时候 那一定要逻辑 没有逻辑 你不懂的那个 文句里面身在那个 他那个文艺在讲什么 你一定要那个逻辑性 从文字上下手 逻辑性 到了你要去抓 超越那个文字 抓那个佛菩萨 想告诉你的东西的时候 那世心所的时候 就跟逻辑没有关系了 佛菩萨 安利的那些东西 当然的文字是假安利 可是他那后面的 那个毅力是佛正的毅力 你要抓那个东西的时候 那个东西 不是世间的东西 它是离言的 这不是世间的 所以你用逻辑去看它 你在寻的心 一直在观察思维推求 很难抓到它真正的意思 你世的时候 世的时候 是跟你素食你所种的 跟三宝相应 所种的那个善心所有关系 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会让你进入更深的一层 离开这个逻辑的部分 到了世的部分 就不是逻辑了 你就很容易抓到那个 后面那个 他想告诉你的 佛菩萨想告诉我们 那是离言的部分 我们不讲那个 四个什么 总共有八种方法的佛说法 四种意趣 四个结 四个秘密 为什么 这个世间菩萨 悟作菩萨跟我们讲这个 就告诉你说 佛菩萨要告诉我们 你用其他的方式去抓它 你用文字上 你不容易抓到 因为文字上在讲 你也是世间法 佛菩萨告诉我们 那是离言的部分 所以说就算我只想 想研究经论的话 你也去送经看看 你每天你送个十年八年 你看你对经论的了解 会不会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因为那个就是善心所 那个善心所 那个善根 它的诗的部分就是这个 不在于那个推求 逻辑的推论 那这个从哪里来 善心所当然从三宝上 讯息三年来的嘛 那讯息这个来的 这不管你行门解门 这是今天提醒大家 基本功目要做 老实的做 你就会不一样 就是提醒大家就是 我们当然我们研究这个很多 佛菩萨凡书上的部分 所以我们学习的 它是脚踏实地 最基础的东西你要打好 打好后面那个东西 你就会得力了 今天这个东西鼓励大家一下 提醒大家一下 你送个经 念个佛拜个佛 绝对会帮助你了解清闻 帮助你新的激进 新的激进是跟你上根 那个七星星是有关系的 今天是大家 这样鼓励大家一下 上次有讲到变兔 我看到这个变兔的时候 为什么跟大家分享 因为 因为他跟我们 希望无穷 变兔从哪里开始 有学会开始 从那个出地到三地的菩萨 只要你 我们可以有无肉慧 只要你能脱离 有肉的部分 像转移 转移 有六种慧的转移 这个 资良慧跟嘉賢慧也太是 它的前行方便 只要你慢慢转移 你到无肉慧 只要你到无肉慧 因为千百节来所作 业不亡 那你说我们种了多少业 那烦恼相续生死 你这个业的种子 你没有把它断光的话 你说你不再来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它这个生死就会相续 只要你 我们有无肉慧 我们慢慢讯息 有无肉慧 你千百节来的种子 它就可以 它就可以在几四十年 它就可以断光了 它用无肉慧来断 所以我们在 我们陈明在讲的时候 有的入观出观 你有没有 入观是无肉慧 入观的时候 菩萨是讲菩萨的慧皆 就是加行为以上的 见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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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到位 入观的时候 它 什么起现形 无肉慧起现形 五分别慧起现形 起现形的时候 它就可以起那个变兔的作用 它就可以断葬 变兔什么意思就是你断葬 它可以让它累杰累死的不好的种子 起现形 然后重点在 它有无肉慧 它不分别一切 一切无别故 清净如才会起来 它一切无别 就是它一切不着 它一切知道一切不可得 只要它不着 它让种子起现形的时候 它不着 它不瘦 不着就不会瘦 你一受你有苦乐 那就再寻种子了 那种子 你再寻大堆了 所以它在入 它是入观的时候 就是止观的时候 它入观的时候 就是无肉慧起现形 它就断葬 就用变兔再断葬 那除了变兔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我们不知道 佛菩萨讲的是这个方法 它还有他们更 更其他方面 我们不了解 我们就依佛菩萨讲的方法来讲 至少我们知道 它的出观的时候 就是后得志 才圆这个世间 叫化我们世间 就是这样 出观的时候 什么起现形 后得志起现形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一段的话 那也对大家是很鼓励 不管我以前做多少 结了多少 不好的缘怎么样 只要你有无肉慧 你就OK了 你不再来的机会就 就马上实现了 我们努力了 那就是个 时间上 他才写三大二十七节 但是时间上 那时候 那时候我特别跟大家讲 时间是 时间不相应刑法 时间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人间的一天 跟天上一天不一样 对不对 好几节 几十节 你看我看那个花眼睛 几十节 对菩萨师跟人家一刹那而已 所以时间 我们就不要在意他 要好好用功 对不对 时间是相对的 你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不同程度的 对他时间 对他的意义是不一样 这一点不要 我就提醒大家 不要看到 三大阿僧集结 我这CP值好像不是很高 要很久很久 那 你怎么知道 当你进入无肉会的话 对你来讲 搞不好也是一刹那而已 对菩萨 对佛菩萨 对实地菩萨 他也是一刹那而已 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大概一下 跟大家 鼓励大家 请大家一下 讲的不是什么书妙道理 只是告诉大家说 我们都在资良位 书妙道理 你基础没有打好 对我们都是空中楼阁 可望不可及 你打好了 自然成就 提醒大家一下 那我们就继续了 那现在要讲的是 现在要讲的是 我们那个资良位已经讲了 现在进入到佳贤位 佳贤位见到位 那这个基本的 他这个 基本的原理 还有那个 为什么会这样子 事实上 他从真实品就开始讲了 真实品就他直接讲 五位修行真实品 你们好像第十 九十一诵 不晓得十几页还是 真实品的时候他有讲 可是他 每一个位 五位修行每个位 所以他只有一个寄送 他很简单的讲 那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很相比较详细的讲 那从以前我就慢慢 把这个道理慢慢慢慢讲 所以这个道理不是很难 我今天最主要是 把这个道理 帮它整理一下 然后复习一下 但是文字上 因为他的文字上 有时候很简洁 所以稍微 文字上稍微 也要 要帮大家 解读一下 所以今天就是 用复习的方式 让大家把这两位的 那个原理 那个方法 跟大家总复习一下 因为从真实品一讲过来 已经讲很多 大家一定是都有很多概念 只是把那个重点 跟大家提示一下 我通常是抓好给你们的指教 我就抓那个很重要的部分 重点的部分 就其他的 像其他的名相的部分 他有很多的那个定义 我都是抓那个最简单给大家看 然后最简单里面 我在跟大家提醒大家 重点是在这里 你那个抓到就好了 那个抓到就是 你抓很多文字 因为他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是面对 所有一切 上中下品的人 所以他是 要适合这么多人 他一定要想得很详细 那我们如果是像各位都是 修学佛法 就有很很好的一个根基的 你只要看那个重点 我就提醒你 这个重点要注意一下 因为很多文字的时候 只要你会 你会模糊焦点 你会抓错地方 因为他文字太多了 好了 我们今天就开始了 讲这两位 帮大家 用复习的 很快的帮大家复习一下 那上次有讲到 我们讲是家行卫 家行卫 他为什么叫通达 次己下面只在讲 通达分上根 为什么通达分是见到位 就是你通达分的善根要圆满 才可以到见到位 通达分的善根 在哪里修习圆满 就是家行卫 你要把它修到圆满 才会进入到见到位 在真诗品的时候 他叫通达分位 好像叫通达分位 他在讲那个家行卫 他叫通达分位 通达分位什么意思 就是在家行卫是见到位的 前行方便 你要圆满他 他的行行方便 通达分位是见到位的 前行的分位 就是你的 这个就好像我们的那个 那个什么班 是不是先修班 你这个要修好 修好才可以修本 本课程这样子 所以他用家行卫 为什么要他讲通达分 是让他讲家行卫 那我很简单的 就是我们以前也讲过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 再提醒大家一下 我们很快来把它复习一次 你会更清楚 我就不是很 不会很详细的讲 重点讲一下 讲的最多的像那个 这个我们上次讲的九柱心 什么十一个座义 这个论里面文字都很简单 但是呢 详细讲的很详细 就是一切实力论 成为一世论 这讲的很详细 所以我就引那个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一下你会 你会抓到他那个 他有很多解释 你比较容易抓到他的意思 我就很用称为一孙卷九 你看他五位修行 他总共有十卷 第九卷才讲 前面都一直在讲 那些烦恼 那些什么 一直在讲这些东西 八个四的作用 这讲到这五位的时候 就是已经很后面的结论了 就告诉你说你要这么做了 五位修行就告诉你要怎么做了 因为前面三自性 一切法 一切法 无事性 三自他讲了很多了 在这五位的时候 就是前面讲所有的方法理论 就是这五位你是要拿来用了 他告诉你说 前面讲所有的理论方法 他在修行上这五位是用哪些 他用的这些就是我们以前讲过了 他告诉你说你要用这样子 他讲结论 但是这五位他不能一开始就讲这个 我开始问你也不晓得他在讲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子 可是现在讲到这边来了 大家就知道 为什么要这样子 他从开始他说 顺解脱分既圆满也就是 这两位已经圆满了 你常见 能进入到这个佳行位 那个 这个名词上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这两位叫顺解脱分 这个顺随顺去向解脱 就是我们凡夫一生 希望我们能够 从佛伤里面解脱 这个解脱还包括两种 就是自己的解脱 跟众生的解脱 去向这个 然后来善悲福德智慧之良 这个顺解脱分 就是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 这个 吉他士的解释 就是 知良位 善悲福德智慧之良 你已经圆满了 这性节的部分 你已经圆满了 你知道怎么回事了 你了解了 为主见到 主为是性 为主性是真如 见到为是正真如 原真如 那 知良位都还不是 为了要 要断葬 断葬你心爱你的正真如 他的程序是这样子 他的次序是这样子 你二空 人我空法我空 你才能够圆真如 你才能够正真如 正了真如之后 无论会才会起来 五分别致才会起来 五分别致起来 五分别致起来 你才可以断葬 就是他是这样 让你断葬之后 才能够转移解脱 程序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断葬 无分别致 你没有正真如 你无分别致起不来 都还是我们在有路的部分 所以他要进入 这个见到位 要圆那个真如 正那个真如 他必须要在加行慰做什么 复修 复修加行 加行慰 加功用行 扶除二曲 那加行慰的最主要 它里面就是 他可以扶这个烦恼 他会了达 烦恼是从二曲来的 事的作用是二曲 从二曲来的 能取所取 人我之法我之从 他只能扶除 他也要能够 先要扶 加行慰先要扶 扶二曲 那二曲的话 就是代表什么 扶除二曲 表示现行的部分 就跟种子 你还是没办法的 现行的部分 你可以扶他 让他不起作用 扶除二曲 你看到二曲 就是现行的部分 那扶除是什么 扶持他可以扶除 就是跟分别相应的 现行而已 他没有办法扶除 扶那个 降扶那个 巨声相应的二障 所起的现行 他没有办法 那要到见到会才有办法 所以这个跟大家讲一下 不是他可以扶 所有的现行 没有 然后他里面就分四个 加行慰就四个定 就禅定四个定 软定忍是第一法 十四名 这个四个定 就叫做加行慰 是一名 四种名 顺觉则分 这个我们那个 叫做加行慰 他的名字 也叫顺觉则分 这是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叫顺觉则分 跟顺觉则分不一样 顺觉则分是我们之两位 他顺去真实 因为他要圆真如 他希望能够正真如 所以真实 诸法实性 他要去向着诸法实性 要正这个东西 决则分是什么 这不是我们之两位可以做得到 他是 决则是什么 才有会清楚 才有会的 所以到家行慰 就有止观 有止有观 等词 定位等词 这个讲 进入这个 他用 他用是寻思 跟是如是智 来讲这个 来定义 来解说 刚刚四个定 你去除了什么 可以多少定 去除什么 可以追什么定 他里面 刚刚不是扶持二曲 他重点才能取索取 你怎么对字能取索取 你怎么对字能取索取 决定你四个定的位阶 你的成就 来讲软等圣法 一事寻思 事如是智 用这个两个来解说 这四个定的差别 序行思 寻思 寻思什么东西 寻思 寻思就是寻思 寻思就是观察 寻思就是观察 所谓的观察 他这里是只有定的观察 是指观的观察 是那个观 这已经不再是我们 知良位里面 那个逻辑性在看这个东西 寻思是什么东西 名义至性差别 说是义的话是静 这个静是我们想心所 那个像我们安利的名字 都是安利的 这个静呢 是从第八一事 第八一事总之其现行来的 是跟众生 共变之变来的 所以他是没有自性 自性是空 没有自性 那没有自性是假安利 是虚妄性 是二曲来的 分别来的 所以差别也是假 我们所有的差别性 我们在世间上 所有的差别性 他都是假的 他知道了这件事情 假有 实无 他有没有这个虚妄想 有 可是他没有自性 他虚妄的 他是延伸性的 好 这个世寻思 世寻思呢 世如实至 世寻思是讲 你世寻思 他会讲 只在讲 软跟定 这两个定 只有世寻思来成就 后面的忍跟世第一法 是从世如实之 世如实之 我觉得世如实之 他就是 他就是 一个很重要 维持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辨之 上面 上面的四个 民意之性差别 离世即世非有 离世非有 一切法不离一世 离世非有 所以他说 为世无尽 离世非有 然后世也非有 世 所以他是什么 所取空 能取空 世是能取啊 离世非有 一切法不离一世 那是所取空 能取空 二取空 叫如实至 就是 这个你就会震到 这个 后面的四第一 四第一法的成就 他是用这个来讲 来说明 但方法不止这一个 他是用这个切入点 来跟大家说明 然后 这一个 这个我觉得是重点 他讲很多 我就重点 给大家看一下 复习一下 菩萨此世未中 就是刚刚的那个 阮鼎人 由于现前 安利扫悟 这是佛 这个是个 三十个 为世三十宗里面 现前安利扫悟 这是在家行为 安利扫悟 什么扫悟 真如 就是 安利地 就是安利的真如 这是我们现在信解 我们在看的 这是真如的 所有的毅理解释 所谓一切 那个是 那个是 那是假 假法是安利的法 所以他讲的是离言的部分 可是他是 用我们有为的部分来讲 所以他安利扫悟 安利有一个 有个真如 有个生意地 安利这个东西呢 为是 为是 真 生意性就是真如 如果 这个 你没有办法超越这个东西 你有这个概念 还是不行 然后他为什么不能见真如呢 一笔空有二相未出 还有 还有那个像 安利的像还在那边 就是 以我们 白话来讲 他有一个菩提可证 有个生死可以了 有个菩提可证 还有这个像在那边 然后他带相关心 关不关心 关 只关 可是带有这个 安利的像在关那个心 有所得故 就是重点 你有所得 就不是无分别 你有所得 就是 直取 不可得 无所得 才不是直取 有所得 然后呢 所直故 其什么 其有漏法 直就不行了 他虽然是 是已经可以 关到这样有定了 有定有会了 可是带相这个 有所得的心来修行 直取的心来修行 非是安住 真为是理 不是真的 心安住在真如里面 比下面以方使安住 就是他灭掉这个 这个空有二相的时候 无所得的时候 才是安住在真如里面 才会见到 进入尽到位 他讲的是这样子 这重点简单 跟大家复习一下 因为有文字比较好讲 有时候我用白话讲讲 有时候要讲东 就忘记西讲了 讲的没有完整 这个文字他就 我就会 我就会讲得很完整 所以要给大家看一下文字 文字重点给你们看好了 那我们就近视 正式进入到的假行为 四个 这个四个定 这个论 我们那个论 他都讲得很简单 所以我在抓 这个成为耶稣论 再给大家复习一下 事实上他讲的就是 事实上他讲了 讲一大堆 是循师 是五十字 讲就是 你对对智能取所取 对智有所得 无所得 就是这个重点而已 我们看一下 这个既颂 三百六十颂 既曰 二十四菩萨 次第得定心 第一次进入了定心位 有了禅定 禅律 我见一言故 这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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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还不是 还没有真正能够 正到能够出法实行 那个见是 我们就能把它了知 如实的知道 一言是什么 一言是分别 所有一切都从 一切不离一事 事是什么 事的原力作用 是分别而来的 熏习也分别 起那个像也是分别 虚幻分别来的 他知道是这样子 那不见一切意 不见的话 这个见 前面这个见 我们想说 这是 你要把它如实的了知 这个见是什么 不执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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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拙 不是看不到 不见 这不执取 不拙 一切意 意是什么 是静 不拙一切静 我们不是说 对静的执取 烦恼从哪里来 对静的执取 静希望像它是存在的 你不执取它 你没事 所不见一言 对着不执取 一切静 这是它第一个定来讲 然后我们看它的诗文 诗曰 此菩萨出得定心 第一次进入这个禅定 真正有三摩地 离以言喻 他知道一切分别来 他离 会舍离这些 这分别 虚幻分别的东西 虚幻分别是什么 这能取所取 能取所取 然后 什么叫做离以言喻 他来解释一下 他来解释离以言喻 不见自相总相 一切诸意 就是 一切诸意是一切诸法 一切 一切静 一切法 一切静 它不执取 它的自相跟总相 一切法 一切静 是一他其相 一他其相 有他自己的差别相 还有他的共相 一切静 一切法的差别相 跟他的共相 他的不执取 这句话是这样讲 不执取 唯一见义言 这是分别而来的 是二曲来的 是虚妄性的 无自性的 所以你不能执 他已经看到 出定他 你这样子才能够真正进入 进入这个 这个佳行慰 此见 此种见解知见 如此的了知 即是菩萨软位 然后他开始讲 此位明明 明就是有智慧 知道 如佛飞和精松所说明 我去查一下 我也查不到这个经 可能有没有传到中途不知道 但是我们就是以我们这个 为世经认为主 这个我们就不再生就讲他了 此明 这个明 菩萨 为他立一个明 就你开始知道了 明见法人 见就是 还是他都 刚刚入到这个佳行慰而已 这个见你通常可以上 如实的了知 如实的了知 是怎么样 人是智慧 人是智慧 如实他有这个智慧 其他这个初慧 最初的智慧 可以如实的了知 法 是虚妄 法的虚妄性 无我性 法 是一切法不离一世 而是什么 是什么虚妄分别 如实的了知 有这个智慧 如实的了知 这个法是二取而来的 烦恼是二取而来的 知道这个法 我们知道这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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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办法了知 就是他看到法是这样 他不着他 他有这个智慧了 但是他是这样讲 就是 比较抽象一点 但是成为孙妍讲得很好 我就很快的把 跟大家复习一下 他说软胃 成为孙妍也是叫做软胃 他叫做明德定 他就是发 引发发起下巡师 就我们讲的 民意之心差别的巡师 他发起引发了下巡师 他知道民意之心差别 假有无实 他观什么重点是什么 这个位阶事在观成什么 观什么 无所取 不是能取的 没有所取 观无所取 所取空 能观到无所取空 你就入这个定 立文卵位 为此位中 创官所得 什么是创官 创这开创开始 这个定是开始 第一个开始 开始观所取 明等 你所缘取的 这个民意之心差别呢 都是自己变的 这事所 从事那边来了 事那边 假恩也好 静也好 都是从事那边来了 都是心变的 一切为事 一切为心 假思舍有 实不可得 都是假思舍的 然后他讲这个 为什么叫做暖 为什么叫明 出货会日前形象 悟命 顾立 明德 就是他把那个会 智慧刚刚升起那个 把它用什么 用太阳要出来的时候 早上太阳要出来的时候 太阳还没有出来 可是天已经亮了 那个天已经亮了 就是日前行的形象 他把会 他把会 刚刚开始的会 用这个来解释 比喻 此即所获 倒火前向 倒火是什么 你会的开始了 智慧的开始了 他的前面的像 就太阳还没有出来 可是天已经亮了 叫做暖 因为用火 常常我们 我们这个 这个 经论里面用火 来讲这个智慧 用暖 就是那个 慧的火已经上来了 已经开始了 那书记的讲 他说明者 明叫什么 叫做无肉慧 无肉慧已经开始了 刚刚开始 他还没有圆满 刚刚开始 他说出不得无肉慧 是明相 所以叫做明得定 出不得无肉慧是明相 明相是什么 明相是 明相是戒律上的一个 一个专用名词 明相 我们在看那个是 明相 在戒律上 明相就是 不管太阳有没有出来 你要看到你手掌心的手蚊 你看得到的时候 那个时候叫做明相 不管太阳有没有出来 不管太阳有没有出来 就是你要看到 你要看到 你手看你的手蚊 你看得到 那个叫做明相 叫做明相出 他就讲得比较清楚 就是讲软位的部分 下面就讲这个顶位的部分 看下一个祭颂 魏长法明固 刚刚有一个 我们这个软位的时候 明得定的时候 他是 他是已经可以有见法忍了 初慧已经出来了 他增长这个明 那个如始了之的智慧 增长那个明 兼顾 兼顾 兼顾是指信心 兼顾是指你的 你的那个 那个横行 不间断 法明增长矣 你这个明增长 你这个会增长 你无始了之能力增长 通达唯心柱 他通达什么是 通达一切是唯心所限 唯事所限 他通达这个东西 他就他是讲 很简单就是这样讲 他进入到第二位是这样子 我们看四论 他几个字而已 四论 此中菩萨会增长法明故 起兼顾精进 注释法明通达唯心 就是这样子 他是增长 增上他那个明 如始了之 无二取这个部分 通达 一切唯心 一切唯事 一切法 一切境 不离一事 离事非有 事也非有 就是这样子 如始至是这样子 他就这么简单讲 叫做菩萨顶位 那陈唯事论就讲的 比较清楚 我们再看看陈唯事论 刚刚是软位 这是顶位 在陈唯事论 他分的比较清楚 就是软位跟顶位都是关什么 关所取空 都是关所取空 只是他的程度不一样 我们看到的一 下一个 第一个叫做明得定 第二个叫做明真定 就是真上意思 上面第一个定是发下巡师 这里发上巡师 巡师是指四巡师 官无所取 还是官无所取 立为顶 此位中为什么叫顶 此位中重观 重新再观是所取空 所取的是所取明 所缘取的 谜字清差别 都是新变还是一样 假设有 官一样的所取空 不可得 这是讲所取不可得 以后再讲能取不可得 明相转圣故 叫做明真 循师未及 顾富明顶 他解释为什么叫做顶 顶位 就是前两位都是在巡师什么样 叫巡师 观那个无所取 就是观那个四巡师 他说四巡师 这是上位的 上品的四巡师 观那个四巡师 所以他叫做顶 要解释他那个 为什么叫做顶 我们那么进入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人位 进入这个人位 我们看这个季颂 诸位西光 他这个人位 他分的不是很清楚 就是能取 他重点 加行位就是能取空 所取空 他这里你看 诸位西是光 诸位就是所有的静 所有的法说是静 都是从哪里光 是星光 是从 是从室那边来的 是能取所取来的 是从这边变化出来的 由见 唯心骨 说他了知 一切唯心 都是唯心所变化出来的 是世所 就是讲 我们讲这个 杰森明经讲的 世所缘 我们所缘取的 唯世所限 就讲这个意思 得断所直乱 他这个第三位 还是在所取空 这个部分 以本论来讲 他在所取空的部分 适者助于忍 就是你进入的任務 这个忍位 断所直乱 断我们知道了 什么叫所直乱 所直是所取 这个乱是 不善心所念的一个散乱 散乱里面 散乱是什么 那个乱是什么 叫做恶惠所依 就是恶惠所依就是 颠倒 颠倒解 不正常的 不正确的 这个理解 这个知见 所直 有所直 所取 对于所取 我们所缘的 你只取为真实 这是一个不正确的 颠倒的见解 叫所直乱 他断这个所直乱 就是什么 就是所取空 然后正是所取空 事得入于 所以所取空 他还是说 他前三位都是在所取空里面 到第四位的时候 才 才是能取空 然后我们看他 事文部分 事原 此中菩萨若见 诸意 意就是静 事是星光 星光什么 能取所取 事的原力作用 事的变化作用 事的兴起作用 非星光外 别有意见 非星光外 就是在讲 就是说 就是 离世就无境 一切法一切境 不离一世 不离一世 你离一世就非有 他从事你变变变化来的 他是这两句话是这样子 耳时 得所直乱灭 刚刚跟你讲说 得什么 得 所取空 所取空 他这是所直 所取空 对于所取的直取 是断那个直取 不是断那个 我们所取的东西 我们取得他的希望像 他是存在的 我们要断 他断的是 那个直 他意思 这个文字不好解 但是我们都知道有这个 这个 我们要这个 这个理善我们很通达的话 你知道他讲的是所取空 重点是什么 直 你断那个直 对所取的直 就是观所取空 那为什么要从那个所取呢 因为真如是什么 恶空所显 你能取空 所取空你真如才会显现 所以他一定也要从这边的 持见其事菩萨仁位 就是我们讲的仁位 他讲这次这么几句话 然后 成为世论我们看一下 成为世论 第三就是应顺定 就是仁位应顺定 运圣定里面的任务是什么呢 他两个一起 就是所取跟能取空 他两个一起观 但是他 现在就 就偏向在能取的部分了 但是两个都有 发 因发 下如实至 就是我们讲的下如实至 一切法不离世 离世非有 是也非有 以无所取决定应词 对无所取 他是顺的下来第三位 无所取决定应词 应可 他认可 他有这个智慧 知道了达 如实知道 没有所取 就是所取空 无能取中 无能取中 亦顺乐忍 他这个忍味 印顺定 他分成上中下三品 对无所取 这个顺乐忍 对于能取的部分 是空 是上品 中品跟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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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顺乐忍 既无实境 离能取世 就一切静 一切法不离世 离世就非有 您有实世离所取境 但是他能取所取 他是相应待的 就是 原色为原生以原事 你事的生起 也事的设法 包括你的所圆圆 你所取的境 也是你的所圆圆 你事才会起现行 所以没有所圆圆的话 你那个事也不起 他两个是相应待 他是讲这个 你看后面有解释 能取所取相待力固 这相应待 他的成立是互相 作为成立的条件 你缺一不可 他两个是 互相成就 互相成立 互相成就 那个合合性 他讲这个 他已经了知这个东西了 应顺忍 使总力为忍 他讲说 他刚刚不讲三个 上中下三品吗 应忍 应顺忍 应忍是下品 是观 所取空 顺忍 顺忍 顺忍是中品跟下品 这个三品的人 他说总立为忍 他怎么立为一个忍字 把它包刮 他都不再讲三品了 就讲一个就好了 应前顺后 立于应顺明 这圆序上面 观那个所取空 现在又增加了能取空 两个串起来了 连续起来了 他这个重点 这个忍静里面 这个忍的这个 这个定里面 他里面的内容 他给你总结 总结之后面这句话 忍静 是空故 一名忍 他告诉你 忍里面是什么东西 忍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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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忍可 知道 有这个智慧知道 静是空的 所取是空 所取空 忍是空 事是能取的部分 能取也是空 就是所取能取都是空 所取空 能取空 就是这个忍 这个加行为的时候 他的内容是这样子 你有这样子的 你就进入这个忍位 但是他在偏盛哉 忍是空 偏盛哉 因为前两个都是偏盛哉 所取空 这里是偏盛哉 能取空 现在我们讲 第四个 第四个 所直乱 就是讲最后 最后一个 一个 假行为最后一个 是第一法 所直乱虽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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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 就是他那个观 所取空 对所取他不止取 他自然是虚妄 而取来的 尚于能取故 就是他那个能取的 直取还在 事上那个能取 那是事的原力作用 见分的作用 他是存 他是存在的 但是他是虚妄性的 你不能直他为实 就是他直取他为实 还是存在的 他为了进入最后一位 断齿 你能够断着能取空 你能够正那个能取空 断那个能取的直呢 就可以肃正什么 无间三摩提 就是说第四位 以三摩提的名称叫做 无间 无间定 四第一法 这第四个 加行为的位 接着定的禅定 叫做无间 无间定 无间三摩提 我们看看他里面的 里面的内容 第363颂 此中菩萨 未断 未断 能持乱固 为了要断 这个能持乱 就是能取 能关那个能取空 能取空 不是为了 不是为了 因为 菩萨因为能够断 能够正能取空 因为不是为了 因为要断 因为断了那东西 就可以正得无间的三摩提 这个无间的定 这个名字这个定 无间 问有何意 故此三摩提名无间 为什么这个三摩提 叫做无间 叫无间 答 由能 由能持乱灭 就是能取空 你正得能取空的时候 二时入无间 入此这个无间 只要你能断能持空 你就无间 马上可以进入到这个三摩提 这是他的讲 故受此名 此入无间 这个无间这个定 无间这个定 是这个 这一个菩萨是 这个位阶是叫做 世间第一法位 他讲世间第一法 是这个 智慧 你成就这个 圆满成就这些东西 他这样讲就是比较 他就比较 比较 比较略说 那我们看这个 陈维斯论 陈维斯论 看 依无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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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善如实至 应二取空 能取所取 能取空 所取空 立四第一法 他的立这个 安立这个法 这个法里面是 你内容是什么呢 为前上人 唯应能取空 刚不是讲 忍畏 忍畏有三品 上中下 下品是 官能取空 所取空 中品上品是 官什么 官能取空 所以前面的上品的忍畏 是官什么 官能取空 他已经应词了 他讲上人是什么 上品的忍畏 官能取空 现在呢 四第一法 二空双运 上面的忍畏 他是偏胜在 能取空 他有一小部分 下品的部分 是所取空 那这里是 两个双运 就是两个等词 两个 能取所取 通通 他能官到他的空 能取空 所取空 是一样的 从此无间 必入见到 他的无间 当然叫做无间定 这个无间是什么 这个定会 一定会 你到了这个无间 这个定 一定会 进入到见到位 那还有这个无间 他也有另外意思说 只要你正到这边 你空有二相一处 你马上见到 无间就是很快 马上入见到位 故立无间明 你马上就进去了 尽你无所得 你空有二相 你不利的话 一下进去的 因为他已经 已经官到能取空 所取空了 只是他带相关心 还有一个有所得 在那边 一生法中 此罪胜故 罪出生 我们一生法 就是世间法里面 所以叫做四第一法 最上的成就 世间法最上的成就 就是他这三界里面 再给他一下说 你说成就在哪里成就 四第一法在哪里成就 第四禅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文理大堆 我就把重点给大家讲一下 就好了 最简单的重点讲一下 菩萨 我们家家行慰 家行慰 这四第一法就圆满成就 对不对 圆满成就在哪里成就 第四禅成就 菩萨起此软等善根 就起得家行慰了 四个位阶 四个定位 四个禅律 禅律 所以方便时通诸禅律 他的方法上 他的修行的方法上 他是四个禅律都通的 四个禅律都有这个四个位阶的 都可以有的 而依第四方得成满 虽然你在初禅二禅三禅 你都可以有 达到这个四个位阶 可是你要圆满 你要成就 一定要第四禅才能成就 方得成满 第四的第四禅 脱罪生一 什么叫罪生一 罪生一就是在禅定里面 禁律里面 第四禅 是最为殊胜 他就急净禅 急净第四禅 所以他在这边入见到位 在第四禅圆满的时候 他就很快入见到位 为什么说他要在第四禅 因为你看我们 四禅里面 到第四禅什么 第四禅叫舍念清静 他已经有舍 舍就是没有苦 没有乐 没有喜 没有忧 什么都没有 不止取 他有这个舍 他进入这个舍位 他无所得无所取 对这个觉受方面 他没有禅定的乐他也舍 禅定最乐是呢 妙乐是第三禅 他这个也舍了 他没有舍能心 那为什么还有一个 这个念清静 叫舍 然后念清静 念清静 他所有你的念 就是增上上根修行 去向解脱 简单的讲 他文很多 他在念清静 你前面三个禅 那个念 他是要禅定的念头 他要入禅定的念头 到了第四禅 他就不是要什么禅定念头 他就是 他的念 所修行的念 去向菩提的念 去向修行解脱的念 所以他叫做念清静 这一地 叫做舍 念清静 所以他这里当然可行 他这里就是无所得 无所得 他才会进入简单位 这是 简单 简单跟大家 就是要复习 要复习起来很快的 把这个他里面重点四个位阶 所以他的里面的内容 那主要内容就是 离那个两个子曲 那为什么说 你一定要离子曲 那我们 我们家行为 我们简单讲 定心位是点离是这样 那家行为 我们在 在这个 资良位了 我们觉得看他 离二曲 我们看他 我们讲 我们可以 比较能够理解的部分 我们知道是一切不理一事 从二曲来的 那二曲 一切烦恼从二曲来的 就是你执着那个二曲 那有了二曲会怎么样 有了一些扎染法就会出来 为什么扎染法会出来 因为有了曲 把它当作是真的 所以说 就起颠倒见 就起四颠倒 就是 以苦为乐 以无常为常 就是这样子 以假为真 就是你就起这个 因为你认为是真的 你所取 你认为是真的 有了 所以在那个 三自行 三无自行的时候 那时候 他就跟你讲 根本的修行 最基础的 不是唯一 最基础的 就是你不执取 一他起向上的东西 是真的 就是修行的第一条 最基本的原理 是不执取 他一讲就不执取 所以一定要离二取 你对二取 能取所取 你只取 你认为那是真的 你认为呢 有那个作用 会产生什么什么东西的话 那就一切扎染法 就会起来了 所以他那个是 三自行的时候 不是他就讲 那时候有跟提醒大家说 他就是 他就是修行 你那个解脱 最基本的原理就是 第一条就是这样 这一他起向上 便即所执 不执取为原 为缘故 你就可以进 原成十 他不执取 所以他这重点在执取 我们讲辩兔执取 你不执取 你才不会造新业 你不执取 就业起来 起现行的时候 你才不会又造更多的业 所以他不执取 所以他这个 这个四个位阶 他讲的是 离那个 能取索取 那执取 那执取 那执取我们希望向 那当然是在 能取原律的作用也是在 分别性还是在 有事就有分别性 你只要不执取他就好了 因为他你执 他就 产生所有杂恩法就出来了 所以他这个加行为 就是针对这两个 这两个他官到能取空所取空的话 他那个现行就能够服他的现行 就他现行烦恼起现行 他不会干扰你 所以说 所以人家说定中不犯戒 这是定中他的现行不起来 他不会犯 他不会起现 他还可以压那个 但是巨生的部分还是不行 巨生的现行还是不行 要到见到位才可以服 那断的部分 那服都没有办法了 所以加行为 你有禅定 那第四禅 你还是没有办法断账 因为你没有五分别制 我就提醒大家 理善是这样子的 他这个事如实之 这个是很重要 这是他重点 你这重点把他把握住了 你去看东西 你心就很了解 你看一切法不离于事 离事非有 这为事无境在讲的 事也非有 能取也没有 那一切法不离于事 那你是止观 所以你不想止观 可以观吗 止观有没有离于事 止观也不离于事 你观不是有第六一世在 你三摩地在哪里 三摩地还是 还是在事的作用里面 你也没有转事成事 还是在事有里面 所以一切法不离于事 你在修止观 你修什么什么 你的这定什么 还是不离于事 不是说你只要加行为 你就已经离开事的作用 没有你还在事里面 止观也不是三摩地所行影像 还是影像 还是事的作用 就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一切不离事 离事非有 然后事也非有 后面这个句比较重要 事也非有 不止取 没有能取所取 就进入到这个加行为里面了 然后你空有二相不利的话 无所得的时候 一定要无所得 才会进入无分别之 就是你要 人我空法法空 能所取说人我法我 人我空法我空的时候 那个真如才会现前 从来 你拨不去 你不去 你是在中文上 你不去 再跟他讲 你不去 不是每一個人他都可以有 接觸很多很多那個經論的基礎 所以他對於普羅大眾他是要這樣講的 要跟大家提醒大家就是 我就提示大家重點的跟大家講 就講這重點就在講給我而已 你抓住了 你回頭再去看成為意識論 你會輕鬆很多 原來他自在講這個 你會輕鬆很多 那不管他文字多少 理多少怎麼樣多少 你要用修行的角度切入他抓到他 你就可以應用到你的 那理論上是定行為你用他的散行為去做 也是一樣的 重點是什麼 自去 重點來講自去 講來講去就講 三自性 善無自性 就是什麼的 是尋思啊 是如是智啊 都是講不知取 無分別智啊 不知取 你有取 什麼都沒有 那我們是在信解上 我們不知取是 不可能的嘛 你看什麼 聽什麼 碰到什麼 你一定只取嘛 一定會取嘛 一定會取嘛 因為我們習慣 我們沒有那個 烏肉肺啊 我們就只取 我們減輕它 你只取的 你不要攀遠 能夠少看少聽 你要多看多聽 跟三寶有關的東西 你只取就 就不會比較少 沒有辦法不知取 才會比較少 尤其是 尤其是尤其是經很重要 就是激淨心 你有激淨心 你就比較不會知取 因為你的所圓境 就不在於很多方面 很多東西 你的所圓境就不一樣 你所圓境在激淨性上 所以你圓的很多東西 對你來講會 沒有太大意義 不太會起作用 所以你看到 看到這個桌子椅子 你看到你家裡桌子椅子不一樣 這桌椅子壞掉了 髒掉了 你心裡不會起什麼念頭 你家裡椅子壞掉 你喔喔喔 在起煩惱 這椅子壞掉 欸 激淨味的 有人會處理啦 那對你不是很多的意義 你不會著喔 你知道 你不會起心動念 我的意思是怎樣 當你在心在激淨當中 你看很多事情 你會覺得 好像跟你沒有關係 當你覺得 他跟你沒有關係的時候 你就比較不會起心動念 喜歡或討厭的心 就不起來 因為沒有跟你關係 跟你沒有關係 你不太容易起心 你不太容易起心 就不太容易會濁 至少濁的比較輕 直取的比較輕 這個意思說 所以激淨心 那是修行第一步喔 你激淨心有了 直取就會淡 激淨心也是為了 為了修行啦 為了解脫啦 不是求那個激淨心 那個舒服啦 那個清淨啊 煩惱比較少 我們慢慢就進入 這個劍道位 劍道位它有十二 有十二個祭送 比較 比較長一點 可是它理上面 理上面是不是很 不是說很深很深 我只要把這個理的重點 跟它講一下 我們的文字上 我們過去的話 你會覺得 你不會覺得講很快 所以我們已經講好多祭送 你不會覺得很快 因為它裡面的重點 幾個你把他抓到 你就OK了 你來看他 把你提醒 那重點跟你提醒 你來看他的時候就會覺得 你就懂他來講什麼 這劍道位 劍道位他 事實上他五個位 這是我抓真實品 你們的十九頁 他五個位 為式的五位修行 他在真實品上第七品 他就已經講了 五個位都已經講了 只是他每一個位 他只有一個祭送 就講得很簡單 很簡單 但是他這個是略說 但是他也把他裡面的重點 都講出來了 只是他沒有解釋很多 他把結論跟你講一下而已 結論 他裡面的 這個邏輯上的理解 他就沒有舉很多例子 跟他來講 這一品 我們這一品的話 他就講十二個祭送 他就講很多 那事實上他 我們講的三自性也好 像是五位修行也好 其他的方面很小 他是 他是很多品 他前面都有講 像那個三三妹 他好多地方都有講 然後每一個地方講都是 他就增加一點東西 增加一點東西 剛開始都是很簡單跟你講 那結論大概跟你講一下 但後面後面後面他一直重複 後面都是會跟你講很仔細 尤其是我們下下一品 那個 那個杜色品 講那個 那個六度 他講得非常非常非常詳細 前面我常會引其他的成為師論 解身秘經 魚血師弟論 因為他這本論他講得太簡單 你不容易很難去抓到他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子 但後面慢慢慢慢 他就會講很多 講很多的時候我就不再引很多東西 因為重點是要讓大家都知道 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 我就引一下 因為為什麼把他引出來 因為他講的 他重點都講到了 簡單明了重點都講到了 像底下十二個祭送都是講這些事情 就講這幾個事情而已 你看我們這個講世論 那個 那個祭送我就不贏了 因為這 世論裡面講的那個道理 比較重要 此祭顯第三 就是見到位 如彼憲見法界故 憲見就是他已經 法界的 法界是怎樣真如 憲見法界 他已經見真如 已經正真如 已經可以原真如 有了 皆心外無有所取物 離世非有 心外就離世非有 所取物無故 亦無能取心 所取空 能取也空 為什麼所取空 能取也空 因為沒有所取的話 他所援援 他能取 那個世也不起來 他是相應代 然後有離所取能取二相故 離就是只取了 不只取了 離開這兩個的 能取所取二取 應之善助法界之性 法界之性是什麼 就是真如本性 真如自性 你就住在真如裡面 因為你見真如 你原真如 你住在這回事性裡面 就是講見到位 他的內容是這樣子 他的內容 他主要的內容 是在講這些 所以我就是 先把這個 這個真實品給大家看一下 結論是這樣子 慢慢我們再來解說一下 次第再解說一下 裡面詳細的內容 結論先跟大家看一下 隨其次第說軟等諸位 次說見到情 開始就我們進入到那個 見到位了 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休息二十分鐘 我是希望今天可以把那個 見到位 幫大家整理 因為這個禮上 大家大概都已經知道 我是把那個細節把它串起來 幫大家整理一下 希望一個階段 下一個階段就是 現在就是賢醫師要講 一個階段性給他比較好 希望可以把這個 一個多小時 應該可以把這個見到位 幫大家把它整理一下 這個禮上的部分 那文字上 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他的文字有時候是很不好 很不好 他這個翻譯 因為文法上的關係 我幫大家說 稍微解讀一下 那禮上 見到位 禮上就是剛剛講的真實品這個 那禮面 這禮就是這樣子 禮它最重要的是 你要助真如 能夠圓真如 那加賢慰就是 他沒有辦法圓真如 因為他還有 他代相關心 有所得 真如就不會顯現 真如當然是真如 大家都本具有了 他沒有辦法顯現 只要你直 他沒有辦法顯現 直就是掉到有肉法裡面 那我們來看 正是進入這個見到位 大王道野 給喀愛 更加無言 一間這歌 要 greux 有給喀慰 出世間智 他是純粹無露了 他就說他叫無上 就是在講 他得到的智 無分別離構 無分別智 無分別他一切不可得 一切不著 一切法不著 叫做畢竟空 才能夠離構就是煩惱 就是二障 你有這個無分別 然後才可以離這個煩惱 此智此時得 就是在見到尾時得到什麼 就是得到無分別智 然後他開始斷葬 為什麼可以到這個 因為沒有二職 容我空法我空 能夠根本智原真如無相 得了個十相 就是這個記事簡單是這樣講 我們看這個 這個釋文 釋曰 遠離彼二職者 所職能職 不合何故 他就幾個字 這個字就 裡面的就是 意思很多啦 我們先講 這個合何不合何 合何不合他還是在那個 那個 不相有形法裡面 合何不合他不相有形法裡面 他是安利的假法 他的解說一個現象 合何叫做我們先講合何 合何就是縱原的季極 就是在那個玉切施論講 簡單的講是縱原 所有的因緣 所有的縱原的季極 叫做合何 這是 這是 玉切施論的講 然後其他論裡面講 我看他講的還比較 仔細一點 他是縱原的合何 然後他不相違 這第二個重點 不只是合何而已 你縱原的季極 當時他相違 就不叫合何 互相排斥 他要不相違 他才會起那個作用 那個作用才會起來 像我們掩飾為言 剩以掩飾 你設法跟你的視 跟你的眼根 你要合何不相違 不排斥 你那個視才會起作用 視是本來就在 沒有說他沒有不在 可是他不起現行 你要所緣緣他才會起來 這合何是講這個件事情 縱原的聚集 你缺一個緣 他就不可能成就了 所有的緣都聚集了 然後他不相違 然後就起了那個作用 他就說假名安利為合何 所以是不相違形法 他不是有一個法 叫做合何不合何 他是安利一個假名來形容 這個縱原聚集 然後不相違 然後起了那個作用 起那個功能得用在那邊 這個叫做合何 那不合何就是 不合何就是 第一點就是 這因緣不是完全聚集 或者他聚集的時候 他相違 就好像水跟油 他相違 他永遠不會產生什麼東西 這兩個是排斥的 先講這個合何不合何 這簡單大概的講 所職能職 我們現在分兩個地方講 所職能職 所職跟能職 所職跟能職有沒有合何 合合啊 所職跟能職不是不合合喔 你能職是由所職來所源源來的 他是合合會起那個作用的 所以他這裡講 我們剛剛不是講所職 有所職才有能職才會起來 事才分別作用才會起來 所以所職跟能職 他希望性可是他是合合的 他兩個因緣相因帶的 互相成立的 他會合合的 這裡講不合合是什麼 所職能職是不合合 你有一個職 那就希望法 那是染污法 那是顛倒法 這種職是不合合的 是相違的 是顛倒見的 所以他就說 二曲 二職 人我職 法我職是不合合的 他會合合什麼東西 他不會合合正法 他會合合顛倒法 雜染法 那我們就在講 我們是在講 建道位 建道位是出地菩薩 出地菩薩他只是不合合 他相違的 他不會成立的 不合合就算不成立的 不會成立的 所以他這裡重點還是在職 能所他是合合性的 他會起作用的 所職能職他是不起作用 他虛妄雜染法 這是特色 這個職是不合合性 是相違的 跟什麼相違 跟真如相違 跟正法相違 跟我們菩提本性相違的 這對他有所見的 不合合 對 這是什麼樣子 這對出地菩薩是不合合 對我們凡夫通通合合 通通起作用 凡夫什麼都合 什麼都著 對我們凡夫講 所職能職 合合 可是這裡為什麼要不合合 這是在講菩薩 講出地菩薩 他不和和 相偉的 跟真如相偉 所以這只有幾個字 但是你要知道他講的道理是怎麼樣 你依文結義 有時候會抓不到 你會認為說 能取所取是不和和 它會一起作用的 它是不和和 它一起作用的 眼色為眼 生眼事 它是和和的 出世間無上者 得無上聖故 它是無漏法 無漏智 無漏智它是出世間的 不是世間法 所以他講它的無上 都無上聖 無上聖是講大聖法 是講它的大聖法 這個無分別智可以斷葬解脫 正菩提 所以它就是無上聖 這是無上聖而來的 它的差別性 跟二聖差別性只是 但是差別在它的斷菩提 有生文菩提 有都絕菩提 還有我們整個菩薩的菩提 都是菩提 但是我們無上聖就是 他們斷的是煩惱障 那無上聖我們斷的是兩障都斷 所以說它是無上聖 無分別智 無上聖 無上聖可以斷兩種障 所以它是從大聖無上聖來的 來的 是跟無上聖相應來的 無分別者 其筆二聖分別無故 就沒有人我職法我職 沒有所取職能取職 沒有這個來的 無分別智講這個 你有這個就沒有 你有職就沒有無分別智 離構者 見到所斷煩惱滅固 它意思是講什麼 離構就是在見到位 所斷的煩惱 構思等的煩惱 它講煩惱 它講所斷煩惱 因為二障裡面 在出地菩薩 它還沒有辦法斷巨生的 巨生的二障 它只能斷分別的二障 菩薩爾時 明遠程離構 這是文學上的名詞 形容詞 遠離這些 這些二障 得法眼鏡 法眼鏡它是一個名相 那法眼鏡 很多經论裡面解釋很多 我們講重點就好了 很簡單的講 幾句話的講 就是 見地叫做法眼鏡 見地叫做法眼鏡 小聖有沒有法眼鏡 聖文聖有沒有 有 他有法眼鏡 他見什麼地 見四聖地 什麼時候見 出國 說出國在聖文聖裡面 出國就得法眼鏡 他見四聖地 四聖地的什麼 的實性 不是只有四聖地 我們了解上四聖 那個法而已 他見到那個理 見到那個實性 四聖地的實性 所以在出國的時候 他就有法眼鏡 因為他見地 那在我們大聖來講 見地是什麼 見真如 正真如 所以在大聖裡面 講法眼鏡 就是出地菩薩以上 通通有 那我們金剛經講的不是有無眼嗎 最後面講不是有個慧眼有法眼嗎 那個法眼是講菩薩地這個法眼 不是 因為這個就是提醒大家一下 這個法眼鏡是通 這個二聖跟大聖的 出國 就可以得法眼鏡 你可以參加在經典上看 他講法眼 出國就得著 因為他見地 他的定義是 叫你見地就是法眼鏡 一個見四聖地 一個見真如 真地 一個見真地 一個見四聖地 稍微講一下 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他先 他先就解釋說 他離二職 無分別 然後可以斷煩惱 就是 出地菩薩 裡面的東西 他講法眼鏡 法眼鏡就是 他講見真如 見地 然後接下來講 他講說 那出地菩薩在做什麼 他裡面是做什麼 他講轉一 菩薩就是在 出地菩薩就開始轉一 可以斷葬 他一步一步的講他那個 那個出地菩薩 他的功能得用是什麼 後面是講 贊他那個功德 前面 七八個聖都是講 出地菩薩 見到位 裡面的內容是什麼 所以第一講 第一個內容是 他可以轉一 可以斷葬 我們看 365聖 此吉士轉一 就是出地菩薩 就是菩薩的轉一位 就可以轉一 轉一是什麼意思 就是斷葬 已得出地固 因為他得了出地 見真如 又無分別置 可以斷葬 那為什麼要斷葬 因為煩惱相需生世 你那個葬不斷 你就離不開生死 你可能有聖聖禪定 大智慧 可是呢 成不可出 就一定要斷葬 這個要講 稍微提醒大家 有人講了說 我修善身禪定 我不斷葬 你也可以正菩提嗎 沒有辦法 就是斷葬 所以他 為事裡面 他一直講 轉一轉一就是很斷葬 後經無量節 依靜 方圓滿 要經過無量節 從出地菩薩 到七地菩薩 一個阿聖禪節 從八地到十地 一個阿聖禪節 要兩個阿聖禪節 一淨方圓滿 他這個講說 不是你出地菩薩 那個轉一就圓滿了 一是什麼 轉一 一是講轉一 淨你要斷葬 要清淨 這個轉一 這個轉一位才圓滿 這個一淨方圓滿是這樣的意思 淨是你斷葬要 要斷葬斷得很 沒有啦 通通斷光了 二淨都斷光了 那個轉一位才圓滿 我們看這個釋文 第365宋 此即是轉一 就是 見到位的 得出地 他就可以轉一了 他的功能得用是什麼 可以轉一了 什麼叫轉一 叫斷葬 此離垢 就是他這一地 可以遠離那個煩惱 可以斷 他出地裡面 他可以斷 跟分別相應的二葬 但是他沒有辦法斷 他只能斷 他只能斷跟巨生相應的二葬 他不能斷 要斷跟巨生相應的二葬 那只要修到位 即是菩薩轉一位 他這裡為什麼叫菩薩轉一位 但是位分 這個轉一的位皆分好多個種 分六種 待會我就以那個 陳偉士論 跟大家講一下 以前曾經講過 他轉一還有四種 我們以前講過那四種 那四種是在 他那個怎麼樣執行 實施裡面的 裡面的 原理原則是什麼 這裡是 這裡他有六個轉一位 是他的位皆位別不同 何以故 得出地故 因為他出地 所以他進入菩薩轉一位 問 依 即靜也 這個依要轉一 就這菩薩轉一位 就出地的時候 這個依這是轉一位 就已經清靜了嗎 他答他怕眾生誤會 到出地菩薩轉一就圓滿了 他回答 後經無量節 依靜方圓滿 要經過兩個無量術節 這個轉一位 斷葬清靜 才轉一位才圓滿 非於出地 非於此出 就是出地 即得即清靜 由後經無量阿聖其節 此一方得清靜圓滿 就斷葬清靜 然後轉一位圓滿 事實上他轉一位圓滿是要到究竟地 那是真正圓滿的地方 大家很簡單的講 菩薩轉一位嗎 還有其他的位嗎 有其他位 我們那個佳行位他也算 佳行位還有那個滋涼位 他也算是在轉一 不是真正的轉一 前方便 我們看一下 他圈成為十論第十圈 第十圈的最後一圈 轉一位 轉一位比 力有六種 他有六種 一個叫做 筍力易能轉 位出二位 就是資良位 跟家行位 是這個位叫轉一 就是轉一位 下面就是叫菩薩轉一位 出二位這個轉一 他這個筍力易能轉就是 他的損害 本是第八世中 染污種子的視力 他的功能性 他染污種子的視力 然後 意呢 就爭議加強 第八世內 淨種子的功能 就是我們只能這樣子 在資良位加行位 只能是這樣子 而見伏線型 只能伏向家行位 只能伏他那個線型而已 對於種子沒有辦法 我們只能損害增強 可是那種子還在 我們是漸漸的能夠 降伏他那個線型不要起來而已 而且只能伏什麼 跟分別相應的線型 巨生的沒辦法伏 那種子沒有辦法 這裡他以伏這個線型 而來說轉一 事實上他只是前方辯 這前方辯來說轉一 事實上他還沒有斷上 這是前方辯 我們從這裡 他六位從這裡第一位進去 你要有福就開始了 第二個呢 叫通達位 就是我們劍道位轉 通達位轉 叫通達位就是劍道位 由劍道力通達真如 由劍道力 沒有二曲 二空 人我空法我空 都是他的劍道力 可以正真如 根本是原真如 根本是 根本是夾帶真如無相 什麼叫夾帶呢 這是玄壯大師講的 夾帶是 根本是就是真如 他沒有經過第三者 直接就是原真如 他就是真如 直接原真如 那我們現在其他都是變代 八個世作用 都是變代 就是所謂變代就是 你一定要經過第八世 你才會原到那個東西 像我們眼色為原神眼師 炎而鼻舌生意 你原的是什麼 八世種子其現形啊 所以你一定要經過八世的種子 你才看那個東西啊 你才原得到啊 那就是變代 那夾帶呢 就直接都不用經過第八世 不用直接 根本是就是真如 真如就是根本是 他直接就是 無二無別 他正到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就是 二空啊 人物有空法 我空才有啊 你有持就沒有啦 有所得就沒有啦 斷分別 生二障出眾 由分別所生起 所隱生 所欣習的 那個二障 煩惱障 所支障 他就可以斷 不是伏 他可以斷 但是聚生他就沒辦法 聚生可以伏 這個時候這個通達位轉 正得一分真實轉 就是真正開始轉 一直在這裏 他只有一分而已 這裏是修道位 修習轉 修位 修習位 有所 很多很多很多次 修習十地行固 就是菩薩十地哦 劍斷巨生二障中 所以要出地以上 你才有辦法 就修道位 你才有辦法斷那個巨生的 所支障 繁擁障 這裏是正得一分真實轉一 這裏是正得真正的正得真實的轉一 正的轉一是在修到位 還有一個轉一位就是圓滿轉一 第四個果圓滿轉 果圓滿轉就是究竟位 就是佛地 金剛御定現在前的時候 金剛御定就是實地菩薩要進入佛地的時候 他金剛御定現在前 永斷本來一切出眾 就是一切維繫的 維繫的一切惡障的種子 他說一切 一切上次我們有講到那個 他包括什麼 他不只是有肉的種子 他還包括略 低略那個略 略的無肉種子 所以他一切出眾 一切種子 不是只斷 你要成佛的時候 不是只斷一切有肉種子 無肉的種子也要斷 無肉什麼種子 略的無肉種子 那就是什麼時候熏許的 就是二聖能熏許的 他也是無肉會熏許出來的 可是他就是少了那個 菩提味大眾所熏許的種子 他還是無肉種 那個也要斷 那個不斷也不能成佛 就是二聖的無肉種也要斷 他金剛預定時是斷這個 所有有肉的 煩惱障 所知障 再加上二聖略的無肉種子 通通要斷 你那個不斷 你是成就是阿拉罕國而已 頓斷 頓正佛果圓滿轉一 所以轉一 一分轉一 正德轉 真實轉一 圓滿轉一 就是你斷葬 你斷 全部斷光了 然後你就進入究竟位 就是衝突了 還有六種 第五是下列轉 就是二聖人 專求智力厭苦心急 就是厭生死苦啦 心涅盤樂啦 就是二聖人的 他修行的重點是這樣 他只能通達深空真如 就是人我空 深空就是人我空 法我空的部分他沒有斷 斷人我空的話可以斷煩惱 法我空不斷你 還有那個像 還有一個菩提可證 還有一個捏盤可證 不是菩提可證 還有一個捏盤可證 還有一個捏盤法 還有一個捏盤法 就是他正那個捏盤 所以他只能斷這個 人我空 這個部分 斷煩惱種 然後第四個就是我們講大聖的 廣大傳 為大聖位 為利他故去大菩提 生死捏盤 既無心願 就生死捏盤 這是一樣的 他不心也不厭 他不會捨眾生 就是入捏盤 就是無所得 他空有二相不利 沒有所謂的生死跟捏盤 生死就是捏盤 就是空有二相不利 不著不娶 無所得 對他來講 生死捏盤無分別 他沒有分別 沒有分別 沒有分別 就不會佐 你就不會佐捏盤 雙斷所知 煩惱障 這兩個通通通可以斷 就是大聖才可以這樣子 頓正無上不離捏盤 就是六種轉一位 除了第一種 除了第一種 除了第一種跟第五種 第五種下列轉二聖人 其他四種 都是還有圓滿轉這個 其他就是菩薩 菩薩轉一位 就是講這三個 菩薩轉一位 有明明 呃 嗯 你現在好 就是 你現在好 就是 你現身的 不同解释的理的后面是什麽 为什麽它有不同的差别 一定有不同的理在后面 造成它不同的差别 你去看它的理 不同的差别在哪里 比你去看那个文字的差别 像还要重要 你抓到的时候 你就一看就知道爱 原来它分成这几个位阶 理由是什麽 那个理你抓到了 你抓到了以后 你阅读经典以后你就 就更容易了 你就越来越 越来越会帮助你 抓那个生妙玉在里面 那我们再接下去 讲像上面讲的转移 叫了出地的时候 它可以转移断葬 它现在讲它的内容有什麽东西 第二个它讲说 它的至它平等 有五种至它平等 你如果进入出地的时候 在见到位的时候 你会有五种的至它平等 你会得到这个东西 而是通法界 通法界是什麽 通真如 在这个大圣状怡就是里面 你看到法界 常常不是永远 都讲真如 它至它 心平等 它有五种平等 平等有五种 就你正的出地 你会有这种 心平等是什麽 平等心 心平等你就比较 比较抓不到意思 就平等心 有五种平等心 什么叫五种 什么叫五种平等心 就是五种 无差别故 什么叫无差别 不着不曲 叫无差别 离两边 有四种 有四种 它这种 我们来几下看 这五种 四四曰 而是通法界 通法界就是正真如 它至心平等者 上面这个记 不着于出地 即得通达 平等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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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在讲什么 法界讲真如 平等法界就是 在杰森明经里讲 就是如所有性 七真如 有没有 叫七真如如所有性 就是 里面有无耳平等 一切众生 一切友情 平等平等 一切法 平等平等 所证菩提 平等平等 就是讲到七真如的时候 它那个真如 它有这七种特性在里面 就是你通达真如的时候 你就通达了什么样 七真如 杰森明讲七真如 叫做平等法界 它七真如就是讲平等平等 它为什么讲两个平等 比如说一切有情平等 一切有情 它讲两个平等 一切有情平等平等 因为人人都有真如本性 具足 本质清净 那是平等 然后里面的真如是一样的 没有说 障三理事真如不一样 所以两个平等 它讲两个平等 平等平等 这个平等法界 就是讲 我们讲七真如 无耳平等 那是讲无耳平等 由此通达故 能观 他身即是至身 因为通达 这个平等法界 无耳平等 七真如 所以它能够 能够观到什么 他身即是身 因为一切众生平等 一切法平等 一切众生平等 那当然是你至身 他身有区别吗 跟你生死捏盼一样 不可起不可着 一样的 这个华音讲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就是身如平等 所以它观到 至身就是他身 亦得心平等 亦得心平等 就是 你就把它看 就是得到什么 平等心 就是平等法界之心 平等心 无耳无别 无分别 问此时得几种心平等 他讲我的内容是什么 此时就是你正出地的时候 这五种心的平等 内容是什么 平等有五 五无差别故 所以五没有差别 离两边不可去 无恶无别 无恶无别 何谓为五 他开始下面讲的是我 这个五 他那个里面那个文字 是稍微解释一下 很不容易去抓到他要讲的 一者 无我平等 一者第一个是五种平等心 这个是讲心平等 就是平等心 不是讲那个法平等 只是讲那个心的平等心 一者无我平等 我们看到内容 为一致他相续 不见有我 无差别故 致他我们知道 相续 通常说两种意思 一种叫生死相续 一个是三界轮回相续 这里可能是偏生在三界轮回相续 因为菩萨他在 他在那个法界里面 他的真如法界里面 安住在里面的时候 他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没有这个生死 生死流转 或者三界流转 所以他这边讲的 应该是 他的后德制 来度众生的时候 他度众生的时候 在我们三界里面 教化众生的时候 他怎么样看这个字跟他 应该是这样子 我是用这样来解读他 因为在真如法界 哪有什么相续 不相续的问题 没有什么生死跟 三界相续的问题 他已经出三界 就是不见有我 就是他在 他跟众生 他跟众生 菩萨跟众生 在这个 度众生的时候 他在三界 度众生的时候 不见有我 不见有的 不执取有我 不是看不到有我 我相还在不在 在呀 怎么没有我相 都有我相 希望相是在的 但不执取 那个我 无差别故 因为对他来讲 是没有差别的 他有这个平等心 无我的平等心 就是 他正的 就是法界平等 平等法界 平等法界里面 那个真如平等里面 有一个是什么 无所有性 真如是有一个特性 是无所有性 这是真如的特性 无所有性 所以他可以 无我平等 第二个 二者 有苦平等 有苦平等 为一致他相续 前面这一样 所有苦 就菩萨在度众的时候 所有苦 无差别故 这所有众生的苦 他那个静会出来 所有的苦 这些苦地上的苦 他的苦性 菩萨到注动生收 他跟我们众生所受的是一样 因为在有为法里面 是一样的 没有差别 这样子他见到这些苦 承受这些苦 他那个大悲心才会永续不断 但这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 这个静一定会出来 你在有为法里面 就是与他喜相 我们生活在与他喜相 菩萨的度众也是 跟我们一样的 菩萨是有这个静 有这个苦 他不受 因为他不值 他不会痛苦 他不会起烦恼 众生是 有静有受 苦得不得了 这差别在这里 苦性是一样的 苦地是一样的 在有为法里面 但是受是不一样的 三者所作平等 会致他相续 欲作断苦 无差别故 这句在讲什么 欲作断苦 无差别故 就是是苦 苦地 苦性 这无常性 苦从哪里来 都是无常性 一切行 都是无常 无常性 这个苦地 一个根本 特质在这边 所以众生也好 菩萨也好 他是要断苦的 这句话说 他的断苦 就是菩萨他讲什么 菩萨 他要断苦 他所做的要断苦 他知道要断苦 断 菩萨所做的断苦 跟他帮助众生所断的 所要做的断苦 无耳无别是一样的 不怕不会自己断苦 他会断自己的苦 然后也会断众生的苦 断自己的苦 跟断众生的苦 他是无耳无别 所做无平等 没有 他不是只做自己断苦 他还要做断众生的苦 自己断苦跟断众生的苦 有没有 无耳无别 他不会气氛说 我断苦 都用心一点 断别人的苦 少用心的 不会 断别人的苦 跟断自己的苦 是一样重要的 所做无别 断苦 所做无别 这句比较不好 一文解义比较抓不到 他意思是这样子 事者不求平等 这个是 对于至他所做 不求反报 不求反报 当然 菩萨他为了利益众生 为了动生 他利益众生是他本来的菩提愿 所以他不求反报 不求众生回报给他 不需求众生对他任何回报 可是这一句话 他有自他 自他不求回报 如果我们这样解释 只是对他所做 就是对众生不求回报 他讲自他 所以他这方面 你要把它 更增上的讲一点 是说 他对自己的修行 所有一切 他也不求回报 他不着 不着修行会得到什么东西 不求平等 是自他的不求反报 不需求任何回报 任何果报 任何利益 对自己的修行也好 所以是说 我们上次不是要讲 三轮体空吗 三轮体空有没有三轮 有啊 重要的是不着 不着那个东西 不求反报什么 不止取 不是没有那个报 众生当然会给你 众生当然感恩你 会给你报 你修行会不会得到回馈 会啊 可他不求不止取 就自他所做都不止取 就三轮体空 简单讲三轮体空 这句话你要讲 因为他讲的就是 不求回报 可是他讲自他 不求回报是他而言 然后你自呢 自己修行也不求 不求任何 任何利益的回报 他讲这五个都是自他平等 自他的平等心 无者同得平等 如于菩萨所得 我得一而 无他别故 就是大圣佛法 我们讲的大圣佛法 所谓一切 三十七道品 所谓一切修行 只要你正 正这个见到位 正这个出地 你所得的 统统是一样 无分别致啦 功德啦 出地是什么 离性 离 正性离生 就是你一开始离开 你一个断章了 你一开始离开 所有的 世间 就是所得平等 那这个 基真如里面是讲 由那个 清净真如故 菩提平等平等 清净真如故 清净真如假讲灭地 所得 只要你这个地 你正得这个地的 真实相 所得呢 菩提平等平等 一样 然后我们看下一个 就是 上面可以讲是 是那个 可以得到 转一 端章 第二个讲 五种 平等心 再来下来讲 他来讲说 他来解释灭道 他你 见到位里面的 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诸行 诸行虚分别 诸行一切法一切行 自由 一切法一切行 一切法一切净 不离于世 是希望分别而来的 二取而来的 尽字了无二 尽字就是无分别字 无漏字 了达通达 知道什么东西 没有人 没有能取二取而 没有能取首取 没有 没有能取首取 无二 无二不是他这里讲是能取首取 人我执法我执 没有这个东西 那我们以前讲无二不是讲很多吗 五六整无二 非一非一也是无二 什么也是无二 平等无二 这里上是篇圣在讲说 没有二取 没有二直 解脱 见所灭 就是见什么 见了 见了真如 正了坚如 正了真如 你就可以灭了一些烦恼 灭了一些恶障种子 你都会得解脱 他这意思是这样子 他就 他就主动词 有时候他这个 可能是外国文法的关系 他就会 他就会 跟我们位置不太一样 他意思是这样子 要不然解脱见所灭 你英文解义的话 灭掉解脱见 你就方向弄错了 有时候你就是稍微要看一下 不是我 不是要灭掉解脱见 不是 如是说见到 就是他这个意外就是 你见了真如有无分别致 你就可以 你可以断烦恼 得到解脱 也是这样 我们看到 诗文 诗行 虚分别 尽至了无二者 至终菩萨于三界诗行 一切行 为见不争分别 不争就是虚妄 就虚妄分别而来的 是所缘 为是所现 从事来的 事是虚妄分别的 熏悉来的 以吉净至 了比无二 他后面有讲 无二者是二职 无二是 他在你偏盛自己来讲 人我职 法我职 他是所取词 能取词 净至者 初世兼顾 他是无漏慧 他初世兼 不是有漏法 不是有违法 无二者 二职无故 彼无二体 即是法界 真如的体性是什么 没有二职 人我空 法我空 无我性 这是真如的体性 他的本质 无二体 他的体性 就是真如 所以你要二空 才会正真如 我们来往下讲 解脱见所灭 如是说见到者 为解脱见到所灭烦恼 所以见到 见到为灭了烦恼 能够解脱 解脱 他讲什么叫解脱 解释这个解脱 法界即是解脱 法界是真如 解脱是什么 断障 叫解脱 法界就是真如 你要断障清净 才是真如 若见解脱 若见解脱 灭烦恼时 就是灭烦恼时 就会见到解脱 这意思是这样子 好像这个文法 有时候常常他们都是动 子放在前面 好像日文 英文 常常都是这样子 说明菩萨 初得见到 就是见到的时候 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他再讲一次 再重复再讲一次 就当可以灭烦恼 然后下面 就是见到位的时候 还会有什么呢 里面还有什么内容 会得到什么呢 功能得用是什么 就是得到 我们讲的三三昧 三三昧 我们得到三三昧 在哪里得 就见到位里面得 真正的三三昧 是在真见到里面 我们以前讲的是 那是这个我们这个 智良卫 智良卫在讲的 我们看一下那个记文 宋文 五体及四体 五体指的知识 便即所知性 他没有 五体是没有体性 无自性 四体 他也是没自性 这依他起相 他也没有自性 他虚妄有 他假有 但是他有虚妄像 所以他讲四体 他是没有 四体是没有啊 有就有啊 四就是讲没有 没有那个体性 无自性 自性 自性 是诸法实性 原成实 真如 和三空 这三三昧 和三空 他三空是讲什么空 就是五体空 四体空 自性空 这三空 于此三空解 如果你了解 如果你了解 如实了知 这三空 就是三自性 只说 只说 明解空 就是你能够 你说正导了 空三昧 空三昧 是你要如实了解 就三空 就三自性 我们看到的内容 我们看到的内容 第三百 就是八送 诗文 三空者 就是这个讲 你要知道三空 你才能证得 空解脱门 一者五体空 为分别性 就是便际 所执性 一 比相 无体固 相无自性性 相无自性 相无自性 它的相是没有的 不只是体无 它体是体性的 无自性 不只是相无 性也没有 分别性也是没有的 性跟相都没有的 都是空的 都无自性的 四体空 第二个是四体空 为依他性 就依他起相 依他性 就是因缘性 它的因缘性 此相 就是依他起性 所起的那个相 虚妄相 依他起相 如分别 无分别性 无体固 就好像这便际所执相一样 它没有体性 是无自性的 第三个是自性空 为真实性 诸法实性 真如 它是 它是 它是什么性 它是空性 它不是无自性 它是空性 自体空 自体固 这讲字 自体空是什么 自性空 自性空是他的体性 自性空 不是自性空 要加上真实性 自性空 自体空 就是自性空 他的空性呢 是他的体性 他的体性就叫做空性 这要这样解释 不是自体空自体 把自体空掉 不是 你不要一文解语 你看这个意思 是不是 自己把自己空掉 不是 这自体空是他的体性 他本来的自性 尤其是念的为实 你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看 不要一文解语 此际显菩萨得空解脱门 我们有空解脱门 无相解脱门 无愿解脱门 你得到这个三空之后 你知道这个三空之后 就是三自性 三无自性 就是 你只要知道三自性 三无自性 你就得到空解脱门 我们以前有讲的空解脱门 我们简单讲 简单讲它是空解脱门 所行 空解脱门在做什么事 是 人我 没有人我职 法我职 叫做空解脱门所行 没有人我职 法我职 是空解脱门所行 它是在绝分品里面讲的 也是这个本论讲的 它就是讲的是 这里讲的 它是针对这个 这个初体菩萨的这边讲 就你要懂的是三空 那我们以前讲的是 偏胜在那个 偏胜在什么 偏胜在我们 知良位跟家行位 所以说 人我空 法我空 没有人我职 法我职 是空解脱门所行 那 初体菩萨 他已经证得真如 他还要行这个吗 所以我们一起讲的是 是偏胜在知良位上讲 现在他讲的空解脱门是 偏胜在无肉上讲 这不一样 他是讲的一样的事情 但是不同位阶 定性位、闪性位不同 所以是跟大家提醒大家 奇怪都讲的不一样 一个在知良位上讲 上 这个空解脱门 一个是在菩萨位上讲 再来讲 这个是 再来是讲 我们讲是空解脱门 那是空三妹 那还有三三妹 还有两个妹 两个三妹 一个是无相 一个是无缘 因知 缘无相 西进诸分别 缘无相 诸法的诗相是无相 你可以缘无相 那也是正真如 你因为正真如才会缘无相 你看到缘无相 不只是字面上的 没有那个相 他是讲无相 是讲诗相 是讲真如 缘真如的时候 西进诸分别 一切无别 一切无别故 得什么 清净如 清净如 真如是哪里来的 一切无别故 其中就是讲无相解脱门 此中无缘 无缘缘 这个缘 这个相应 缘就可以讲说 你什么缘这个无缘呢 就是 做相应来解释会比较好的 你相应你这个无缘 无缘的解脱门 无缘 不争分别进 你这个虚枉分别 就会 就会断掉 那为什么会断掉呢 他是在菩萨会上来讲的 那我们在的 这两位讲无缘是什么 无缘的是 愿离那个生死 雜染 轮回 去向那个 菩提 涅槃 去向这个 所以 是 因为这个我们二子所生的身体 就会去向这个雜染 所以他就无缘 不愿这个生死雜染 他愿离这个二子所值的五应生 这是我们在资粮位里面 是这样讲的 所以你愿离这种雜染的生死 所谓你的虚枉分别 你有这个东西 你要去向那个真如 你就会去除这个虚枉的分别 就是因为你去向真如 这是去向真如 这个无相是已经正真如 我们看他的内容 他就没有什么解释 他就只有这么几句话 此季 此季上半显得无相解脱门 无相解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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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有讲的 这毕竟 毕竟极灭 毕竟断一切 一切分别 那是 那是怎么样 那是 无相解脱门所行 就是以智良卫 还有嘉行卫来讲 刚刚他讲的 他已经 刚刚讲的 他已经圆真如 圆无相 他说的 他只讲菩萨地里面 下半句前 无厌解脱门 他只是这样讲而已 无厌解脱门 无厌解脱门 我们是要愿离生死 愿离这个五蕴生 造成种种的雜染 这是在智良卫上讲 他这里是 虚强分别已经断了 他断生死了 正性离生 离什么生 离我们世间 离我们三界 所以他的 他的无厌三昧是怎么样 他已经所有 虚强分别都没有了 所以三三昧 这三昧是在菩萨地来讲 他里面的内容境界是这样子 跟我们这个 我们以前讲的 在嘉行卫 这两位里面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结局是一样的 里面内容是一样的 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此时所得法 现在他讲了 我们从他里面内容 一如讲下来 什么断章真如 什么平等心 什么意思 现在讲到什么 菩提分法 这样子 这样子 你证了出地的时候 你就会得一切菩提分法 一切菩提分法 就会成就 我看这个 记曰 此时所得法 就是你证了出地的时候 见到位的时候 你那会得到什么法 你要得到 但是这是偏盛说 有所得他就不会证了 这是偏盛让我们的理解 什么所得 一切菩提分 一切菩提分法 就是三十七道品 三十七道品 你会得到三十七道品 就是三十七道品 这菩萨会有成就 因之 比菩萨 同得如见到 你得到见到位的 通通我的菩萨 通通会得到三十七 菩提分法 就是讲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他也是 他讲的都很 非常非常的简洁 有些 我看世论 一切菩提分者 为四年初等 就是三十七道品 那三十七道品里面 他为什么说 你看 菩萨得见到实 亦得此法 会得到三十七道品 他为什么在见到位里面 讲这个地方 你看三十七道品里面 四念处 四正琴 四神族 五根五立 七菩提分 八圣道分 后面的七节支 还有八圣道 七节支跟八圣道 是无肉的 所以你其他的位阶 不会得到这个 这个不会圆满 你得不到它是无肉 那前面的 前面的那几个 有肉无肉都可以 你都可以 你可以圆满 你可以成就 不是圆满 你可以成就 但是你的七节支 八圣道 你要成就 那之间一定要无肉慧 所以你其他的位阶 也可以成就 也可以有其他 五根五立 五根五立在哪里 五根五立在这个 家行为 你就可以成就 那四念处 四正琴 四如意处 是 之良位 这是我们之良位可以修 我们之良位也没有办法去修 五根五立 因为那要禅丁 那七节支 八圣道 八圣道 八正道 那是 纯粹是无肉的 所以在 在 术利菩萨的时候 当然你无肉成就的 全部都成就了 那前面也成就了 就是在三十七个菩提分法 三十七道品 就在出地的时候 你要得到之法 就成就之法 那这什么叫三十七道品 为什么叫一切菩提分法 一切菩提分 是什么意思 我抓一个最简单的 这是据舍论 你们有人用过据舍论 很熟悉的 最简单 这三十七法 顺去菩提 所以他名字叫做菩提分法 这三十七道品 都可以随顺 顺去菩提是什么 随顺去向 正得菩提 就三十七道品 可以让你正得菩提 那还没有正得菩提之前 你可以随顺去向菩提 前面的五根五力都是随顺去向菩提 后面的五肉会 你可以去向正得菩提 为什么叫菩提分法 因为这三十七道品 这三十七就是道地所设 苦其妙道地所设 让你能够入灭地 就是道地东西可以入灭地 可以正菩提 所以他讲菩提分法 跟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叫菩提分法 然后我们看下面 他讲一切 他可以得一切菩提三十七道品 然后前面 前面我们讲的这些 前面讲的是自立的部分 菩萨自立的部分 下面开始讲 下面有好像四个祭颂 他是开始讲利他的部分 事实上我们这一品里面 前面很多都是讲这些利益众生 很多讲菩萨和利益众生 这一品里面 他是偏胜在 知识成熟佛法自立的部分 只有这几个祭颂 他是有稍微提到 稍微提到这利他的部分 稍微提到 下面四个祭颂 他都是在讲 这个利他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讲自立的 自立的部分 成熟佛法的部分 我们看这个 菩萨 事实上下面寄送他讲利他 他是在 用利他的部分 用利他的方式 他就是 来赞叹 出的菩萨 来赞叹出的菩萨 这样去看他 这不是只是讲说 他在讲利他 他有时候的讲法 那个表法 你要回去看他 他虽然没有讲 但是他用 四个利他的方式 是来赞叹 这个出的菩萨 他的功德 他的功能得用 要这样再去看他 不只是 纯粹奖励他 为什么 都是讲整品 都是讲 自立 成熟佛法的部分 蹦出来四个 他四个就是讲 出的功德 我们看三百七十一颂 绝世为诸行 绝世就是 绝知就是常有无漏会 这道世间所有一切诸行是无常 恶曲所来 事所言为事所现 无我 没有空无自信 无我性 空无自信 这是菩萨 绝世这个是讲菩萨 无我 唯苦酌 就是众生 众生就是有我 人我之法我之 苦就 直取就跟着来了 无意自我灭 他有这个 不能一文解义 无意是没有 不是说没有意义 不直取 意思是什么 静 不直取这个静 不着这个静 自我灭 自我灭是什么 人我直 没有人我直 不直取 无意是不直取这个静 你有人我直 就会居使这个静 你会认为静是真实的 自我灭是没有人我直 这是讲菩萨 他没有人我直 不直取任何的境界 就是讲这个 大义 一大我 大义 讲到大义就是讲利他 利他 一大我 大我是什么 大我是真如佛性 有时候讲佛 就是大我 那佛教不讲无我吗 真如无我性 你还讲我 他能有大 假安利 跟那个我是区别 他叫大我 就是 这真如菩提性 佛性 佛都这叫大我 大义 亦大我 这一真如 我们的菩提愿 我们的菩提性 利益众生 就是在 菩提菩萨会做这件事情 我们来诗文 绝世为诸行 无我为苦著者 持菩萨 绝世就是指菩萨 绝他是无漏会 绝什么菩萨 用什么会来圆这个世间 当然是后德志 后德志来圆这个世间 知道这个世间 诸行无有我 他没有性 无不自性 但是他圆世间 知道这个 然后也知道什么 知道众生既酌 为酌苦 众生很苦 因为之所有我 菩萨厚德之 圆之 这个道理 然后知道众生很苦 因为有容我之 然后他知道这个之后 无意自我灭 为污染身 污染身见灭故 身见就是仁我之 仁我之 仁我之 烦恼从哪里来了 从仁我之 所谓叫做染污 染污灭 身见灭 染污身见灭 就是身见灭染污灭 人我之灭染污就灭 你要将是解读他 否则你就是很 你用英文解义是 不太会错他的意 身见灭染污就灭 然后无意就是 无意就是 对于一切静不直取 就是以遮遮上来讲 自我灭是没有我之 去我之 大义者 利益一切众生故 你看到大义 就是利益一切众生 是在讲利益众生 你看到方便 有时候看他是讲方法 可是在我们本论里面 你看到方便 从常是谁要利益众生 他叫做方便 大我者 以一切众生为自己故 就是我们菩提愿 这从哪里来的 从我们真如本性来的 叫做大我 始终菩萨灭自我见 就是没有人我直 自他平等 一大我 那你没有自我 没有人我直 那谁在做利益众生的事呢 为什么要做利益众生的事呢 一大我 一大我就是我们真如本性 我们的佛性 大我见 大我这个直见 不是那个 人我直那个见 不是我见那个见 他讲的大我见 做众生的意思 依照这个真如本性 我们来做利益的事 因为他为什么要讲这个 你灭自我见 灭自我见 没有我 无我性 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他说 不是没有什么 众生还是什么都有 我们还是要利益众生 为大义 依大我 依照真如本性 我们菩提愿 我们去利益众生 就是书地菩萨会这样做 那我大概跟大家看一下 这个大我 这本论里面常会讲大我 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我就讲的很简单很清楚的就是 菩提品146颂 你们的29页 这个季颂我不讲 我把四文大概 四文把他重点抓 抓紧给大家解释一下 他在安利 这个季颂说 安利法界大我相 法界是真如 那真如不是无我性吗 他能用一个 他为什么 问一个叫做 还有一个我呢 他是假安利我 他众生了解到说 不是什么都没有 此无漏界由第一 无我为自性故 真如法界 他第一是来称赞 这无上的意思 无我性 是真如的自性之一 体性之一 无我性 第一无我为清静如 第一无我叫做清静如 就是真如 比清静如即是诸佛自我性 这个清静如就是佛的本性 他的自性 他的体性 就是真如 由佛持我 罪得清静 这是一个假安利的我 他安利一个我 他由清静如大我 他是讲这罪得清静 事故好佛以为大我 你看到大我就是讲佛 讲真如 这给你解释 这简单跟大家看一下 大我是什么 讲真如 讲佛 讲佛性 这是假安利 本来是安利我 这个大我 事实上是没有我 怎么安利一个我 为了要度众生 你安利一个我 再来是讲第二个祭 上面是讲自立利他 赞叹出利菩萨的功德 第二个讲 就是 这个祭也是很重要 就是菩萨 他会成就是因为利益别人 所以他会成就 不是他自己可以成就 他没有利益别人他不会成就 他是讲这个 吾我 赴我见 吾苦亦即苦 吾我是法无我性的正真如 他这个吾苦亦即苦 他吾我所者没有苦 吾我他后面有无苦亦即苦 他法无我性他正真如 他吾我 没有人我质 二空 所以他无苦 吾我见 那我见是他也知道 他也了达 如实的知道 我见如实的 不是他有人我质 如实的知道 众生很苦 比 亦比不求报 就是他架化众生利益众生 不求报 三轮体空 最后面这个重点 以利自我顾 在利他来成就他自己 菩萨会成就是因为众生 他利益众生 所以菩萨可以成就菩萨道 没有众生 他没有办法 成就得菩萨道 我们看了诗文 此中诸菩萨无我者 为无至身 无义我贱 这个是什么 无至身我贱 无义我贱 无至身我贱 是没有人我质 无义我贱 义是静 是法 就是没有法我 无义我贱 没有法我贱 无至身我贱 没有人我贱 父我贱者 为有他身大义我贱 只有他看到 他有利益众生 众生的苦 他知道 无苦者 为至身所起诸苦 他无我贱 没有人我贱 法我贱 他没有这个苦受 他苦不会起来 一极苦者 为有他身所起诸苦 他不我贱吗 我贱极苦吗 那个我贱是什么 他如实了之 他看到 他身众生 所起的很多苦 他本身没有苦 但是他了之 众生很多苦 一笔不求报者 无需忘顾 不需求人家的回报 何以顾 以利自我顾 为了要利益自己 成就自己 你要利益 才会成就自己 诸菩萨利益众生时 这句话是重点 诸菩萨利益众生时 即是利益自我 就是菩萨道 你没有众生 你不会成就菩萨道 你会成就二圣 苦力 你不会成就菩萨道 事故 事故 无外 希望 外是对众生的需求 那也是自正的部分 为外 为外的需求 你没有需求 这三轮体空的意思 所以 这个寄送的重点是在说 菩萨利益众生时 即是利益自我 他是自他平等的 他不分别的 因为他知道 众生成就他才会成就 所以菩提愿里面 我们的发菩提心 菩提愿里面 它有两个所圓境 一个是菩提 一个是众生 你要成熟佛法 就是菩提 你要成熟众生 要所圓的是众生 这两个所圓境 发菩提心是两个所圓境 你要圆满的地方 要成熟众生 成熟佛法 再来再讲 下面一个寄送 自脱心最上 脱是解脱心 出地菩萨自己的解脱心 他可以断葬 是最高菩萨最出圣的 这是菩萨的部分 他福即坚广 就是他只是众生 众生的心他没有解脱 他没有断葬 他的福 出众福相福 他的福 就是烦恼的束缚 非常的坚固 而且非常的大 就是他只是众生 苦边不可进 是众生 他的福 他的烦恼束缚他 他的边是不可进 如是 英勤作 就是菩萨他自己解脱了 他没有痛苦 他没有烦恼了 可是他很在意众生 无边的烦恼 他要修行 就是为了 要教法众生 帮众生断烦恼 这意思是这样子 就赞叹菩萨 誓言 自脱心者 未灭自 见到所断烦恼 就是他正了见到位 断了 他见到位所能断的烦恼 就是一分别相应的烦恼 自脱心 最上者 持解脱 由无上圣故 这个是一样 因为是菩萨道 菩萨道无分别次 能够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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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障 他福及监管者 由一切众生 相续所起烦恼故 就是整众生 一切相续 生死相续 三罪轮回相续 所起的种种烦恼 苦边不可尽 苦边不可尽 众生戒 无边如虚空故 他这样解释 他叫做苦边不可尽 因为众生戒 无尽 所谓 众生苦无尽 苦边不可尽 的意思是这样子 如是 应勤作者 众生如是苦 为了要度众生 菩萨 应为众生断苦 为众生断苦 这是要教化众生来断苦 不是他的神通力可以断所有众生的苦 他要教化众生如何断苦 这是不一样的 我们苦不是说菩萨 他显神通 我们苦就没有了 还是要自己断 但是方法理论 菩萨来教化我们 所以这一点是要跟 稍微提醒大家一下 下面这句话是 坐边坐椅 互坐 这是来讲不应休息的意思 什么叫坐边坐椅 就是边就是一边 就是一个阶段 东边的众生 你教化完了 就跑到西边来度化 一边完成了 另外一边继续做 一个阶段完成了 另一个阶段继续做 没有停止 所以坐边 这一边你已经完成了 坐椅已经完成了 东边的众生 你已经度了 西边还没有度 继续 坐边坐椅 不休息 继续 再来一个基颂 自苦 不自忍 其忍他诸苦 这个文字很简单 可是你要抓他意思 不是很容易 我解释给大家听一下 因为我怕 怕你们误会他的意思 就是 菩萨自己的苦 就是众生 这是讲众生 前面三个都讲说 众生的苦 他没有办法自己忍受 众生 这一生 一期生死里面的苦 他众生没有办法自己忍受 那众生 哪里可以忍 别人的 无穷无尽的苦 就是穷生 无穷无尽的苦 自己的苦都不能忍了 这一世自己的苦都不能忍了 你怎么忍 别人无穷无尽的苦 众生没有办法 翻比为菩萨 菩萨相反 菩萨他可以忍 众生无穷无尽的苦 这句话是这样子 我们看一下 他的诗文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讲的意思 就是刚刚我跟各位报告 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诗文 众生于一期生死 一期生苦 就一期生死里面所产生的苦 穷生死记 以及穷生死 所有的无量苦 不可思议苦 无能忍受者 就是他自己一期的苦 跟他人穷生死记 所有的苦 众生都不能忍受 持菩萨翻比不能忍受 翻比就是什么 相反的 叫相反的 跟这个相反 就翻过来 跟这个相反 稀能为之忍受故 言翻比者为菩萨 菩萨跟众生是相反的 众生 无边无际 生死即所产生 无量的苦 菩萨都可以忍受 他是来讲这个 你看这个文 有时候你要抓的意思 有时候不是很好 他意思是这样子 因为文法的关系 这有一个祭宋 我们把它讲完 这也不是很难 于他行等爱 就讲菩萨 上面在讲众生 叫菩萨 行什么 无分别 平等的 对众生 对众生 教化众生 度化众生 利比不退转 利众生他的心不退转 重点是这个 这里重点是 稀有非稀有 他利自利固 为什么稀有非稀有 稀有就是菩萨横 无边际 无间断的利益众生 非常稀有 菩萨横 难得了不起 那非稀有呢 非稀有是说 一来 这是菩提愿本来理样安做的 哪有什么难得 那更重点 那重点是他利自利固 你利益众生 你也得到好处啊 那他就跟你讲重点了 你也得到好处 你不是没有得到好处 所以他不稀有 你得到好处算什么稀有 对不对 我做这个我得到好处啊 难得吗 没有难得啊 还是有得到东西 意思是这样子 我们看他的诗文 于他行等爱 利比不退转 菩萨于切众生行 平等爱心 没有差别 如果求 求乐利益 如果行乐利益 求乐利益 需求 寻求 乐是能够 让众生得到好处 喜欢以心 得到众生 这种善法 来利益众生 这个意思 求乐利益是利益是谁 利益众生 行乐利益 行乐利益是什么 利益谁 利益众生 寻求这些善法 能够教化众生 让众生得到好处 或者做这些事 一个是寻求 一个是 一个是行 如果求行时 利益之心无退转 这是菩萨 赞叹菩萨 重点是这个 非有非稀有 他利是利固 于不退转 是于诸世间 稀有最上 心不退转 永远利益众生 这世间是最稀有的 了不起的 难得的 然此稀有非稀有 为什么这个稀有 本质上也不能说是稀有 是难得 是殊胜的 何以故 他得益时 益时 即是菩萨自得 自得益故 菩萨你也得到东西 你利益不原就是利益自己 你也得到东西 所以你不能说稀有 你也得到东西 你自利 你利他 结果谁自利 你自己自利 所以不能说稀有 这也不是太难得的事情 本来就应该这样子 这个重点 稀有非稀有 他是这方面的解释 他另外一方面的解释是什么 常常我们要觉得 不着 他在讲不着 非有非稀有 他是讲不着 有得无得都不着 他不着的 他不着 所以他能够自得 能够得到无别之 他是不得的 他不着什么 不着稀有 也不着不稀有 一样的 无分别 无二无别 稀有不稀有 通通不着 无别无二 你要把他引申一下 就是这样子 除了他字面上的意思以外 他引申一下 因为着不着 他还是 关键都在这里 真的是圆满 见到位圆满 今天讲两个位 可是 这个理论上我们讲的很 我觉得讲的 大家听得懂就好了 没有什么快慢 我觉得这里面内容 因为大家很多以前我们都讲过 今天是用复习的那种速度来跟他讲 如果比较没有讲过就不能用这种速度 而且他文字上他也是很简单 理上我们大概都讲过了 所以今天稍微有点快 也不能算快 大家听得懂了解通达最重要 我把想办法就把两位 把理把它串起来 那你听得好像顺理成章就是这个道理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OK了 这样我就达成目的 今天时间已到了 今天这么冷大家还这么发心 谢谢大家 大家上根正章 阿弥陀佛 ! ww obmm he 号 我 还有